青年新则国家新 青年强则国家强 青年一代有理想 有本领 有担当 国家就有前途 民族就有希望 中国梦现实的 也是未来的 是我们这一代人的 更是青年一代 这里是湖北省大雾县 地处大别山西部 是全国有名的革命岛区 也是中国典型的农业县 当早鹏村村之书杨烈伟得知 我们要安排青年学生来这里实习 立刻召集村民 开了个会 中央电视台的 CCTV12频道 早鹏村里 搞一个大小城 想想 随便到我的村里来当农民 实实在在的农民 我的高模式 他高模式 实大实地 用他的专业 给我的早鹏村里 带来一些帮助 好 实际为大家改善 第一个 如嘉林 修了一个 软林设计的专业的 我擅长设计 改造城市 改善农村 让所有人感受到最美好的生活 这是我的梦想 对你个软林专业 有没有意见的 我看青海能不能把我的市面 让我退销出去 能不能带我这赚钱 也是个直接的问题 他和他的专业非常好 为了这次社会实验 节目组从全国 近千名青年学生中 林选的六名 愿意在农村 工身实践的九龄后 他们有的 有专业特长 有的 有农村经历 有的 有创业经验 这个和一位 吴同志 那个 兴奋锐 后边青梆导人 他的一专业是 舞台美术设计 但是是从 以大利 留修飞来的 以大利的 这辣椅 那里在 好软的地方 贵外 下面办公室里 有一张鸡头 等一分钟下去 一看 可以了解得到 总体的回忆 打开什么情况 但是 很多人都看开 我的研究一下 他的那个主 我建议 我们老村部 有宽障 哪个厂的位置 比较合适 他都直接 安排的城堡 在同学们到来的前一天 孙志叔杨烈伟 大领村民们 将早棚村 村部救治 也就是现在的早棚小学 打扫一新 都是卖的新鸡 卖的新鸡 卖的新鸡 在家里还有空调 我媳婦的儿子 到小孩的来 适不适应 那酒煮 入车 你不要 ית 你怎么双 会 大领 今天是六名学生进村的日子 等于这次社会实验 他们满怀兴奋 此时他们并不知道 前所未有的考验 正在前方等待着他们 老您 您这是吃黄牛吗 是吗 是 我 一二三四五 我从中学开始就喜欢健身 练过多年散打 当我自己的手滑破空气 刺向目标的时候 脑海里唯一的念头 就是自信 我喜欢挑战 黄牛都放痒了吗 我小牛 刚长脚 那有这小 你说是那只小小的是吗 对 对 对对对 丑 我赶 但我从不冒险 我曾在内蒙的冬天 买出近二十多米苹果 也曾在海口的夏天 经营过食堂 所以 我总在为梦想奋斗的路上 为爸妈 为自己 傍晚时分 当地的镇党委副书记李健将学生们带到了早棚小学 我就是把你们带过来 这就是早棚村的杨书记 这是早棚小学的刘老师 好美 就感觉现在从这边走 这就是早棚小学 教学楼是后来翻建改建的 早棚小学是早棚村最具年代感的建筑 在这里入住 多少让同学们感到有些意外 这就是你们的宿舍 辛苦了 先休息一下 我去帮你们准备晚餐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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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女生先选吧 三个女生先选 我也行 那好了 那曹班带路 曹班带路 我们就左边吧 好 左边 好 左边 左边亮 好 左边 好难选 是选右边还是选右边 好 辛苦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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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Hello Kitty的床 你们选好 来来来来 我起来起来 我照个照片 我要给我的床照个照片 这太有意思了 那我也给我的床 不是你知道 你那哆啦A梦还好 我这个 你看 你看 所以说我觉得我每次就 你这个还可以 挺厚实的 不行我累死了 像作为多动症的我 可以坐下了 不行我这包实在是太长 干嘛呀 来 看看我的床 哎呦喂 是不是特别粉的 好粉哦 你值得拥有 森花 你应该在床上 我值得拥有 哇 我觉得这是哪种 是不是好吗 我也觉得这是哪种 我这个时候是 粉 我们是小绵羊 我要是住上铺 掉下来了 你们接着我的 对 我在意大利留学 我们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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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闲暇时间 我喜欢到处走走 这里是威尼斯 这里是比萨 我不知道现在的农村 是个什么样子 我很好奇 我是雄文月 今天我来了 我们下来 早棚小学的厨房里 开始热闹了起来 热情的村民们 为同学们准备的 第一顿晚餐 快吃饭了 好 好 谢谢 哇 这么风向 好风向 好棒 不许浪费 阿姨 阿姨 这玩意你给我打多点 打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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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估计还要添饭 这饭闻着就行 谢谢 正了 坐这 好 好 坐我的 开吃了 你们要不坐 啊 谢谢 谢谢 来来 这我刘老师 来 上面坐 多饿了吧 阿姨 阿姨 那就不要客气了 这多了 随便吃啊 这都是我们农村的自己的菜 这个 尝一下吧 实在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吃吃 来 这个绝了 真好吃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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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没吃过 这个菜真的好吃 你能够尝一下 这个 其实第一天给我的感觉 我们更像是一个大五旅游团 少了那种 我们接下来日子该怎么合作 你有什么想法 创业想法 而不像是一个来创业的一群年轻人 我首先就是叫曹博 陶操的曹博士博 就是现在是在黑龙江大学 去大哈尔滨读书 然后现在是延二了 专业是食品加工与安全 我是一个乐观的多棉派 喜欢跳舞 喜欢插花 在大学里 我摆过摊 尝试过各种职业 也到村子里支过教 做单证了没有 我始终认为 人生是一个积累的过程 相信吃过的苦 最终都会变成财富 希望我们能尽我们所能 曹博就特别正式地 介绍了自己的专业 也是第一次接触到小博 说话那么正经 我也相信 我们如果在一起 未来的这几十天的时间里 用自己的专业 所以当你的人 我就为这片土地做一点什么 吃完了这顿饭 然后你们的身份就变了 但是你们的学历 在这个地方 但是你们的身份变了 然后你们就成了一个 地地道道的农民 就归我管了 要听我的 我是你们的老大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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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今天晚上开始 这顿饭过后 你们所有的东西 都是自己弄的 今天反正都辛苦了 大家都赶快吃 吃饱了过后 就早点休息 好不好 好 第一天 做饭的时候 一间屋子半间全是烟 都呛得每个人都呛出去 一间是从那个锅缝冒出来 就地取材 把放堵住 捏了花出来 我们建成奇迹的时刻 好了 我觉得差不多了 我觉得我们的门很单调 我们应该在这个地方 留点什么东西 在农村创业 最重要的就是适应环境 我们费了好大劲 才能吃上一口饱饭 因为只有我们真正的从 身心都变成这里的一员之后 一些想法和做法 才会脚踏实地 第二天一早 节目组为同学们安排的 第一位创业伙伴 早早地来到了早工小学 他是大家早已熟悉的 村之叔 杨烈伟 今天过去看豆腐 好 那你们就抓紧时间吃饭 我在外面等你们一下 好不好 吃饱点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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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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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之叔 杨烈伟 是一位退伍军人 2002年回鄉后 他承包了上千亩的土地 是当地有名的重养大户 他和其他村民成立的农民合作社 还专门注册了早棚牌农产品商标 杨书记希望六名青年学生能够将早棚村的农产品推广出去 然后他们好多剩下的那种节稿就都烧了 对老百姓也都是的到这个季节天前全部烧掉 然后慢慢慢慢地经过教育啊 所有的宣传啊 自己都意识到了 你们慢点 就跟着前一个人的脚印走 鞋套 还戴了鞋套啊 鞋套 鞋怎么办啊 我戴鞋套了 聪明文 明天不准戴这些东西 相机全部不准戴 包包不许戴 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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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只是去看看 我只是想保护好我这双鞋 你们上来干农活的 是体验农村农民的生活的 你说我要是戴上个鞋套在这里干活 你觉得合适吗 虽然同学们的初次表现 杨烈伟并不满意 但是他还是耐着性子 给大家讲解了 他最为得意的农产品 稻秋米 今天讲了那个稻秋米 主要就是这里面的泥鞋 是非常有特色的 您当时设计这个 是不是就是结合当地这个 现况就是多层次 对很生态的一个循环链 就是这样的 你看什么都有感觉就是 好多啊 来来来老妮 够今天晚饭没有 够了 第一次看到杨烈书记的时候 我作为一个农村的孩子 像他这样种上千亩地的人 我之前已经见过很多了 并没有特别多的感想 只是对于他的那个 稻秋米的那个 混养种子就觉得很感兴趣 我是农民的孩子 考上大学一度是我父母的骄傲 和聚和催化的翻译同时 靠努力我改变了我的命运 每个人的人生起点是不同的 找到一份喜欢的工作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远比赚钱重要 做自己喜欢的 做自己喜欢的 稻秋米这个养殖方式的话 我觉得还是非常少见的 因为它养泥丘嘛 所以不可能去添加那些化肥啊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 不太好的成分进去 生长作物的这个环境 是非常好的 吃这个特色早餐吗 是不是这家种呢 调研完杨书记的稻秋米 同学们来到了第二位创业伙伴 刘福明老师的早餐店 刘福明是早公村的一位退休教师 他想要接对子的项目 是一辆闲置的快餐车 他儿子在这辆车上 前前后后投入了五万多块钱 这是卖中午饭吗还是 都可以 都能买 都能买啊 都能买呢 他就是在一般出现在哪儿呢 专门对城 n 县城里面的学生 哦 学生 烤人烤看 吃饭吧 有年间 刘老师儿子的快餐车生意创业失败 之后就离开了家乡 进城 他做的菜的确好吃 我们这个附近的人呢 说他做的菜对他评价相当好 你儿子现在在哪呢 他说他在武汉打工 我也具体也搞不清楚 也不知是哪个酒店 也不知是哪个餐厅 我比较能理解刘老师 想见儿子那种心情 我觉得我一定得帮他做成 如果说我们最终能达到 让他儿子回到他身边的目的 我觉得也是号召了 所有村庄的外出打工者 回来创业 在绿水青山环绕的水塘里 我们为同学们找到了 最后一位创业伙伴杨玉文 和许多在农村创业的人不一样 他是学生物的硕士毕业生 去年毕业的时候 他放弃了在武汉 月薪上万元的实验室荣座 回到家乡包下了五十亩水塘 尝试养殖小龙虾 这个虾子跟一般的虾子有差异 我想的话就是先传 做一些宣传小册子 再就是说那个品牌的包装弄一下 可是我觉得还应该是 把品牌先打出去 对 因为做小龙虾的 高端市场是没有的 其实心里也在想他这个龙虾 到底值不值让市场 高端市场进行认可 其实当时我心里还是有点疑问的 用生物学专业知识来养殖小龙虾 杨宇文对自己的方式特别自信 这也是被节目组特别看重的一点 然后这个就我的车 然后以前送小龙虾的话 经常就是基本上 就用这辆车的运输 下面的广告什么都也没弄 想让你们帮忙设计一下 改造一下 那就是要把这个 改一下小龙虾有关 画两只活蹦乱跳龙虾 但他的车呢很奇怪 就是上面写的那个东西跟龙虾 完全没有关系 大家就顺势可能灵机一动 就提起来 那把那车改一下怎么样 现在用那个车去送龙虾 其实这还是一个 比较好的宣传方式 然后车屁股一个车头一个 今天的调研的那个 接触了 带了什么想法吗 我觉得我以前 有过食堂创业的经历 所以我去帮刘老师 我觉得我帮他比较合适一些 从夏哥哥这边也是需要设计的 那我就来这边 那我就去杨书这边也挺好的 在离开水塘的路上 同学们根据自己的优势 决定分组去创业 曹博 杨腾达和寸志书杨立伟 结成了创业小队 雄文玥 毛思苗 选择了刘老师 于嘉林 民于浩 选择了杨玉文 节目组为每一个创业小队 提供了1000元的创业基金 支持同学们创业 暂时来说 我觉得我们和他们的需求 好像挺稳合的 对 我觉得还可以挺好的 那咱就出不那么定 而且分组是这样分 但是之后我们如果哪里有需要的话 大家都是可以调控 都可以来互相帮忙的 一定要记住 咱们每个人有什么想法 一定要及时沟通 对 刘老师好 你好 你好 我们来是 就是因为我们讨论完结队子以后 就是我们两个是 过来帮助您 让这个早餐车重新跑起来的 好好 谢谢 咱们先找地方坐 我们坐着聊 好吧 好好好 你们那个 有一个搞食品加工的曹博 怎么没来呢 我印象最深的 第一个是毛四秒 结果他真的来到我这儿来了 我以为曹博是搞食品加工的 然后我这个餐厅对上号了 结果最后他没有分到这里了 其实像曹博 他的食品安全 是研发 但是不是生产 对 不是生产 因为我原来也有过食堂的一个超越经验 就我自己也会做一些菜 一些小吃 我特别希望能帮到您 林文月他是学美术设计的 所以就是您这个餐车 他能帮上很多忙 对 虽然我这个舞台设计 也不是特别的对口 但是我觉得我可以尽我所能 来帮到您一些 第一次我说我是学舞台美术设计的时候 他说那你真好 你可以教村民们跳广场舞 当时我就觉得 就是有点哭笑不得 因为我在想我的舞台美术设计 为什么跟广场舞有关 然后我给您看一下我的想法 就是大概会喷成这样的感觉 但是我不知道您能不能接受 因为可能在国外的话 这种喷会是很多的 但是在国内的话 现在还是比较少见的 喷成这种颜色是吧 不一定 就是大概是这种感觉 我不知道您能不能接受 有点冷 天有点凉 完了我先穿件衣服去吧 好 你说会不会刘老师 他那种比较老一点的眼光 欣赏不了这个 铜鸦风格 当时第一句说喷漆的 我给你重新喷个什么漆的 我心里搁等一下 我这个车上的外观的设计 也是这个广告牌 也用了不少钱的 看看再问刘老师的意见 刘老师您穿后点 这天冷最近 今天能挂大风 这个新潮时尚的 你刚才说的 十号年轻人的口味 应该是这样 你们还是花了心血的 是吧 但是我不知道您能不能接受这种想法 因为我们可能会想在这个车的头部 就可能稍微可爱一点 但是呢 又跟我们的食物有结合 行 这个可以 实际上他就是来帮我的 我更不能给他们出篮集 咱们又 好嘞 一 二 加油 书记 然后我们就回去也是讨论一番 就结合我们专业 就现在就跟着您地面的红薯和您稻秋米那个稻米 我们就可以把它结合起来 做一款乳酸菌的发酵饮料 我们把那个红薯汁和女汤结合起来混合 红薯和那个稻米 对 混合起来 然后混合起来做成饮料 原则上我是不反对你们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 但是你确实主导这个最原始最生态的东西 这个原汁原味的东西全部改变了 我是不建议你们是这么做的 所有的流程进行下来 并不会对你们这两个产品的那个口味 原汁原味产生多大的影响 因为它就只是用水和那个红薯或者是大米 它进行一个裂膜 进行一个蒸之后 然后再进行一个乳酸菌的发酵过程 这个发酵过程它就只是说 说多了 这个中间我保留意见 我希望我是击顾了你们 好不好 杨书记他是的确是不太看好我们这些事 作为搞研发的来说的话 可能就内心会有点倔强 我觉得我们就要试一试 不能让你小瞧我们呀 虽然杨列伟不看好红薯米饮料的想法 但还是给了他们做样品的原材料 我现在就撑凉糖坏煤 我现在就撑凉糖坏煤 时间也到了 希望好喝 来 来 你先尝 你来 你们 咋样 好喝 好喝吗 你尝一下 你尝一下 米香还有红薯的甜味 我觉得咱俩简单就是 是 口感真不错 是不是很厉害 正好放在那个快餐车上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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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就这么决定了 放了一个大忙 是吧 对对对 要钱 要钱 嗯 好了 250 在刘老师家荒废了近一年的快餐车 又一次迎来了创业小伙伴 我想做三套方案 然后三套方案最后咱们俩订 然后选出来一套 行 然后进去做 然后说你还领人内部的东西 我就要靠你了 因为我不是很懂这个事情 谢谢 这天正好是刘老师老伴的生日 让你别花钱 你别花钱 是吧 谁让你买蛋糕的 老妈的生日 老妈的生日 好看吗 我女儿也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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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她一来呢 就是我的老伴的姐姐也来了 就是我儿子可能马上就要回来 开心了 开心 开心 那娘 两个月了终于回来 其实两个月也不算长嘛 是吧 当然等着她 还是我的心心所向 中午十分 刘老师接到了儿子的电话 你儿子回来不了啊 你儿子回来不了啊 你 她没工作回来 没时间 她都挺忙的 过去日子她说再回来看一遍 你儿子回来 小李 有个老家 跑步 他跑步 他跑步 才能忍不住 自己的事情 快 快 快 rectangle 我记得我第一次出门 就是去北京 我的父母在那个大巴车外面 然后送我 当时我妈好像就哭了 因为那是我第一次自己出院门 然后去北京大概半年吧 然后我妈就跟我说 说那个 你走了以后 你爸特别的难过 他的眼睛是打转的 但是他也没有哭出来 所以我就是觉得 父亲的这种角色 和父亲的这种爱 是跟女性不一样的 她可能并不会经常挂在嘴边 我觉得这种不说出来的爱 往往是更伟大一些 傍晚时分 曹博和杨腾达在早棚小学里 尝试制作他们在实验室 实验成功的红书鸣饮料 弄熟就行了 对 我们在这边做 在实验室还是有点差别的 实验室我们啥都可以订 但是这边很多东西我们订不了 现在只能这么搞 特性质稍微有点臭 本来发酵都是很丑的 这感觉像时间上的中国 有点过发酵了 因为咱们发酵奶加一盒 真的有点多 让我想一下 我们本来想要的饮料 然后变成了一种像酸奶一样的 黄色的一种成品 样子比较奇怪 然后也不敢吃 我想到那个方法 就不这么做饮料了 就直接做 那个发酵的 就是类似酸奶的这个东西 我们就直接用那个包装杯子 直接对它进行一个发酵 不行 你得考虑有问题 你做酸奶的话 人家那个餐车上 它没有那个冷冻的 就是那个冷藏的装置 然后你做酸奶很容易 过发酵变得口味变差 对 所以做酸奶不切实际 因为时间太短 研发一款饮料 可能需要的时间会很长 可能我们做不出来 一个理想的样子 凉睡那方面呢 可能也不太需要 一个这款饮料 这还挺好看的 如果紧不紧 不紧的话要问一下 挺带劲 挺带劲 一定要紧 一定要紧 这边的东西 灯 灯 哇 您好啊 这是干嘛呗 这个放杂物 对 一般不能放水机 放一个钥匙什么东西 好 行不紧 太紧了不行 不紧 下水再感受一下 走 过会儿浇你们 这个过会儿我们要捞在这块水 水面积 对 对 过会儿下水的时候 进降的话 手不沾到水里面进去 因为现在温度第一个比较低 第二个的话 长时间接受水的话 就容易得了一个风湿 我天气很冷的时候 我这样弄过 然后就感觉了关节 三痛 下水的时候慢点 整些泥巴 要走的话 这个脚可以侧着 侧着 侧着 走得好一点 对 慢慢找这些感觉 走路就会想一蹦一蹦 就那样 我可以示范弄一下 其实我内心是拒绝下水糖的 但是嘉玲 就直接说出来说 下水糖难度大一点 那我没办法 那我只能 只能说 那就下水糖 反正我不能认怂了 维持这个动革就可以了 横着拉就可以了 对 就直接拉 倒这个泥的底细 对 你不要拉泥 拉泥的话 不要拉泥 就是轻轻地滑了 跑到下黄山了就死了这样 懂了 懂了 好吧 你只要平地放下去之后 一拉就湿了 不然的话你把泥巴都拉了之后 人很累的 这个草的话 就是生命力很强 然后净化水中 这个草是超级好的 小龙虾 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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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看 哇 哇 马上有个话之后 哇 哇 为什么选择捞水草 其实我私心来讲 我其实还挺想下水去玩的 所以就喝去喝去水 跟小龙虾就是互动一下 没事抓两只上来 这么开心 啊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请你接个电话 不好意思 家里有点事情 可能就是说活就暂停吧 然后因为我不在的话 然后你们也不知道怎么弄的 比较好 然后就跟我 行 那我们跟杨哥一起回去 好好 今天也辛苦你们了 我给你拿吧 谢谢 谢谢杨哥 没事 没事 我来 我来 谢谢 小心点 需要我服吗 没事 不用 两哥家里是出什么事了 突然就回去了 我妈那个 不是那个懒巢癌吗 晚期嘛 然后还是出了一点问题吧 我爸让我回去看一下 于嘉林和尼玉浩第一次得知 杨玉稳的母亲同时患上了白血病和卵巢癌 照顾母亲是她回乡创业的真正原因 得知杨玉稳母亲的病情后 您宁昊宁和余嘉林和杨玉稳一起 连夜把老人送到了武汉的一家医院 嗯 好 谢谢 我们这边今天晚了 嗯 到底哪儿去 这吧 好好 谢谢 蔡先生您好 我妈这个病情是什么样的 阿克兰现在是一个 卵巢的一个恶性毒料 初步考虑是个晚期懒巢癌 从它现在这个情况来 这种手术可能性不大 因为它这个病情放的比较广 它整个长细膜 或者盆腐下腐膜 都有大小不到的病状 所以像这种情况 很难得一次 把肿肉彻底切干净 就是说这个病的 一般的生存率有多长呢 这个一般来说 肿肉来说育后不是太好 五年生存率我们要 只有30%左右 所以就是我们花了 非常大进行治疗 如果能够活过五年 都是比较好的 可能手术费用 像他这个情况 手术费用可能相对来说 比较高的 反正这个费用这块 我们会尽量为你考虑 所以我可能尽量是 因为 Chipodro 似义 不 他为什么 Somebody 似乔 任 重 当 降 这 猪 他是 好 沒事 沒事 慢慢就好了 慢慢就沒事 結果開始以為 免疫之內要有作用 因為我同學的 同學做這個東西 如果有的人 可以活著 我會想說 好 好 好 別人 我會想說 那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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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大家都耽误了点时间 回去吧 哎呀 咱们都不拍了吧 走路了吧 没事没事 您这儿收小龙虾吗 过季了 不收 二十六吧 好吧 刘老师 好吃吗 我今天干的一单大声音 你会用软件吗 我不会用 你又觉得不走 你又看不出来 龙虾美不美 美 美 你吃的不好吃 扔下 直接走 好不好 现在吃不下了 我觉得你应该调整一下生菜吧 我没心态 我心态已经炸了 很容易 原来是 小龙虾 很容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